神秘大婶抓起姑娘的手仔细查看 竟让她把指甲咬下来磨成粉 并且还要弄点麻雀石一起活在周里 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 谁知大婶又拿着一个蚯蚓放在里面 还强迫一个女球喝下 夏淼原本奄奄一息的女球 瞬间活了过来 允贤看后十分惊讶 连忙喊住大婶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治病的法子 就询问她这里面的衣礼 谁知大婶竟大字不识 更不明白允贤话中的意思 两人经过交谈 允贤得知大婶是一名要婆 于是想跟她学习看病救人的本事 大婶看着允贤的穿着 肯定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 觉得不应该和她这种不入流的人搅在一起 允贤见大婶不答应 急忙说出自己的志向 我想做个女大夫 允贤见大婶不相信 就解释她的爷爷曾是太医 从小就告诉她 医婆要婆里面也有神医和好子 不料此话正好说到大婶的心谈 见允贤心地善良 就把刚才所用之物的功效告诉给她 并且还讲了很多治病的土方法 允贤听得津津有味 拿着棍子在地上做笔记 大婶看允贤柔柔弱弱的样子 怎么也不像会致死呢 就让她把事情的缘由讲出来 说不定自己能帮她出个主意 原来就在几天前 允贤代替父亲去参加徐府寿宴 见徐老太太突发中风 好心帮忙就止 徐大人见允贤温柔贤淑 便上门为自己的儿子提亲 杭妇和徐大人是同僚 知道他家的家事和背景 便高兴地答应了这门婚事 可允贤知道后竟直接闯到正堂 当着徐大人的面混婚 表示自己要在奶奶身边敬笑 杭家的女婿只能是倒插门 徐大人觉得这是在羞辱自己 当即愤然离去 杭妇因此十分恼怒 大骂允贤不知羞耻 而允贤则是认为 父亲拿他的幸福讨好上司 两人为此大吵一架 逆母得知此事后 就带着允贤到郊外散行 没成想尽会碰到徐夫人 逆母就让允贤过去打招呼 徐夫人并没有因为混婚而生气 并且还让允贤不要放在心上 这时徐夫人突然咳嗽不止 允贤看他面色发白 询问他是不是经常发冷 还容易出汗 徐夫人见允贤看出自己的病症 连忙询问解决办法 因为允贤答应过奶奶 不再随便给人开药方 就婉言拒绝了徐夫人 可徐夫人就相信允贤 质疑让他为自己诊治 逆母见状就让允贤把药方说出来 这样就不算开药方了 允贤觉得此方法可惜 就把药明和服用方法告诉徐夫人 谁知徐夫人一个也没有记住 还让他写在一张纸上 这让允贤犯了难 这算哪门子开方子啊 就写两个字 你要是怕你奶奶说你啊 我去跟她说去 反正就是写两个字 也不算是开方子 就这样允贤给徐夫人开了一副药 结果晚上徐大人就找上门 你说 你为什么要害死我家夫人 你说什么 你别装傻 徐大人恼怒地告诉允贤 自己的夫人喝了他开的药 现在惨死在家中 允贤顿时满脸震惊 表示自己只是开了甘草和生姜 不可能会吃死 徐大人见允贤死活不承认 第二天就到县阳 状告他冒充大夫替人看病 公堂之上允贤极力为自己辩解 表示自己想成为大夫 但自知医术尚起 从来不敢冒充大夫看病 师傅听后直接拿出一张方子 质问允贤这是什么 大人 这不是方子 那是徐夫人 要我写的几个字而已 徐大人一直为悔婚的事情耿耿于怀 当即告诉县令 允贤已经不是第一次替人治病 上次就因为开错方子 害得自己母亲差点丧命 允贤闻言瞬间慌了神 我是有开错药方 但那药绝对不会治人死的 而且我知道以后 马上派人去通知贵府 让太夫人停药了 县令见两人跟说个的礼 并且此事还涉及医术 便决定明天请来大夫后 在审理此案 随后便命人把允贤关进大牢 徐大人本想借助夫人的死陷害允贤 但现在还没有断案 于是就来到牢房买通玉卒 让他把允贤安排到一个好地方 随后允贤就被带到都是传染病的牢房 看着奄奄一息的女球 允贤好心地上前查看 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在发烧 而且咳嗽不止 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妙 经过把麦确认他们得的是瘟 由于是在牢房中 允贤只能用湿毛巾给女球降温 借着拿出随身携带的身品 让他们服下保密 可忙活很长时间 他们的病还是没有好转 允贤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会没命 于是趁狱卒来送饭的时候 拿下首饰递给他 想让他帮自己到家里拿药 谁知狱卒拿了钱却不办事 允贤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女球昏死过去 他伤心地大哭起来 责怪自己太没有 就在这时送饭的大婶 突然让允贤走开 随后摇起一瓢水无情地 朝女球泼去 没想到他竟奇迹般地活了馆 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大婶在了解来容去脉后 怀疑是徐夫人在吃了允贤开的药后 又乱吃别的药 两者相冲导致他暴毙而亡 让允贤明天到公堂上问清楚 到时候就会真相大白 允贤听了大婶的话顿时信心十足 次日就在公堂上向县令说明情况 县令当即就传来徐夫人的贴身丫鬟 果然不出大婶所料 徐夫人在吃了允贤开的药时 还服了万太医的药 县令当即让人去请万太医 经过了解 徐夫人在服药之前一直拉肚子 但他却没有把这些告诉给允贤 才导致两药相冲 现在真相大白 证明允贤并没有开错药单 就在结案时丫鬟突然翻供 表示徐夫人告诉过允贤拉肚子 徐夫人从来没有提过他下令之事 徐大人为了治罪允贤 也在一旁添油加醋 县令件状让允贤找出证人 证明他不知道徐夫人之前的病 因为当时只有一母在场 可他属于亲人证词不能算数 允贤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大家以为允贤插翅难逃时 一位夫人出来为他作证 表示自己当时也在场 证明徐夫人并没有告诉允贤腹泻之事 眼看允贤就要无罪释放 徐大人不甘心便开始强词夺理 表示徐夫人当时没有做 过后一定告诉了允贤 县令也觉得有这种可能 就询问承太医 如果是别的大夫在不知道腹泻时 也会像允贤这样开药吗 承太医好像跟允贤有仇一样 直接表明 别的大夫肯定会先询问病人之前的证损 像他这样随便开药方就如同杀人一样 允贤瞬间惊呆 县令也因为承太医的话 判定徐夫人的死 肯定和允贤脱不了关系 正当要定罪时 王公公突然出现在宫堂上 要知道他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县令看到后连忙上前打招 你们继续审你们的案子 我不打扰你的公 我只是路过看到了熟人 王公公口中的熟人 不是别人正视允贤 众人闻言顿时惊呆 县令没想到允贤竟有如此大的靠山 当即不敢轻易断案 在绝对权力面前 一切的阴谋诡计都显得苍白无力 徐大人也不愿得罪王公公 便立即改口撤所 我夫人的死 全使他自己胡乱吃药 与他人无关 县令见徐大人如此失识 赶紧将允贤无罪释放 本以为此事到此为止 不料王公公竟出言为允贤名不平 好好的一位官家闺秀 给告上了公堂 满城的人都说 他是拥衣误人 怎么着 就这么了结了 徐大人明白王公公话中的意思 迫于压力当场向允贤道歉 王公公见事情解决 大笑着离开 允贤回到家中 从义母口中得知 上堂作证的妇人是他请来的 而王公公的到来 众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在允贤关进大牢时 丫鬟子苏十分担心 就到寺庙上香 正好碰到公子郑祁 就把允贤的事情告诉他 但却不知道他竟是当今皇上 郑祁得知后这才派王公公出面解决 虽然现在无罪释放 但允贤还是愁眉苦脸 觉得徐夫人的死 不是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紫苏见状连忙安慰 表示是徐夫人没有说病症还胡乱吃药 我不杀伯人 伯人却因我而死 允贤觉得如果听父亲的话不学医 也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 这时允贤想起劳中大事 就让紫苏带着东西去感谢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大神已经去世 连来徐大人咽不下这口气 就让人去牢中了解情况 得知是大神给允贤出的主意 于是就把气撒在他的身上 活活将其打死 允贤听后悲痛欲绝 因为他的过失渐渐害死两条人命 顿时觉得自己就是个不幸的人 伤心地让紫苏把医书还给祖母 决定以后不再学医 并且还将自己关在房间忏悔 这天郑祁正好来看允贤 得知他现在心灰意冷 就让紫苏回去收拾好包袱 有人来接他们出去散心 不一会祖母就收到永庆安住持的书信 表示允贤与佛有缘 让他去安里静修一段时间 允贤本不愿前去 见祖母苦苦劝说 这才无奈地答应前去 来到安里 住持就让允贤安心住下 每天可以烧香礼服 要是觉得无聊就到处走走 殊不知住持却对他另有安排 安顿好住处后 住持就让尼姑把允贤带到后院 允贤看到这里满是病人 顿时心中一惊 原来住持经常收留 没钱看病的穷苦百姓 可安里条件有幸 根本没有办法请大夫 就想让允贤帮忙诊治 允贤还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 并且自己已经不在学医 不管尼姑怎么劝姐 就是不愿医治 只是倘若万一这些病人 因为你一时的见死不救 而一病不起 那到那个时候 你又会不会内疚呢 允贤听后顿时泪流不止 看着那些苦苦挣扎的病人 心里像挣扎一样 这时一个小女孩跑惯了 抱住允贤祈求她能救救那死 允贤见状急忙逃离这里 独自一人躲在角落痛苦 想着曾经发生的一切 她内心无比恐慌 不知道该怎么办 正在这时 正七走了过来 看到允贤满脸泪水 并没有出言安慰 而是对她一顿冷嘲热谎 为了彻底打破允贤心里的恐惧 正七直接把她拽到后院 让她看清楚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肯 像你这样见死不救的人 我也不屑与你为伍 正七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 留下允贤一人在院中哭泣 姐姐 我给你糖吃 吃了就不痛了 允贤看着手中糖果 想到小时候 哥哥为了救他受伤时 自己也是这样安慰 再看看这些受疾病折磨的人 允贤最终重拾信心 利用自己的医术 还有从大婶那里学到的医理 治好了那些生病的百姓 从此以后民生大振 很多百姓都慕名而来 正七看着允贤变化如此之大 心中对他产生莫名的情愫 接下来两人还会发生哪些故事 允贤能否发现正七的身份 关注阿公下期更精彩